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我打算給果樹拉枝 先用剪刀弄一些軟的布條 長度盡量長一點 這裡有四五十根吧 五六十根 應該可以拉十幾根樹了 外面的陽光很強烈 這兩天會降溫 應該是比較大的寒潮 可能我們這裡還會有下雪 準備拉枝的重物 這棵樹如果沒有凍死的話 就是第三年了 凍死以後從架寫口又長出來的枝條 枝條一年就長這麼高了 這個重物有六七斤一個 用起來很方便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了 這是我第一次拉枝 沒有別人教 全部是自己學的 大概拉成45度的角就可以了 不能讓枝條一直筆直的往上面長 今年先把枝條拉好 培養一個好的樹形出來 方便結果 同時也可以方便採摘 拉枝 拉枝的時候要輕輕的拉 慢一點拉 不容易把樹枝折斷 拉枝的好處有很多 首先可以培養樹的形狀 首先可以培養樹的形狀 增加透風採光的面積 再就是方便新燒的抽發 讓新生的枝燒有更多的空間伸展 再就是可以培養樹枝和刺枝 有的枝條是一直往上面長 把它拉成45度角 調整它的生長狀態 可以更有利於豐滿它的樹形 枝葉越多長的就越快 還可以配合短節 把放燒的程序做好 能更快的擴大樹冠 要結果的樹 樹冠大 對果子才有好處 樹體太小 對果子的營養供應可能會不足 我種植的是紐荷爾奇城 苗子是在網上買的 現在拉枝的是不抗寒的品種 今年打算全部換成抗寒的品種 去年首先種了一百克 今年可能還要種三四百克 湖南冬天氣溫低的地方 種龍蝴虹應該可以 參觀一下勞動成果 果園這邊的綠色植被還是比較豐富的 做生態的果園就要這樣子 只使用少量的農藥和化肥 今天拉枝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